巴以新一轮冲突发生两周以来 美国不仅向中东地区增派军事力量 给以色列提供大量军事援助 还两度阻挠联合管理会 通过有关巴以局势的决议草案 极了一场引发美国国内外的批评 那么整个世界都在担心 巴以冲突持续外溢 影响地区的和平稳定 可是为什么美方却只顾着拉偏价呢 说到美方的拉偏价 在巴以问题上 我们已经见证了很多的负面的影响 那么在当下局势升温的背景之下 美国的拉偏价恐怕更加耐人寻味 首先大家会关注到的是 美国确实有一己私利 当前对于拜登政府来说 国内政治才是重中之重 所以首先考虑到的是 随着大选周期的来临 那么面对美国国内的犹太义集团 那么拜登政府必须要进行安抚 要保证国内的选票 而同时很明显在近一时期 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动向当中 拜登考虑到的是 如何在巴以冲突的背景之下 推动国会来进行相关预算 和拨款的法案的落实 那么尤其涉及到拜登所设计的 希望能够在国会通过一个 所谓的一揽子的法案 其中包括对以色列的军援 对乌克兰的军援 以及美国针对中俄等国 进行大国竞争的相关的预算 是要服务于美国政府 民主党人他的执政目标的 那通过打包的方式在巴以冲突的背景之下 从拜登的角度来说更容易通过 这是美国政府民主党人的算计 而同时我们也会看到 对于拜登政府来说 也希望通过巴以冲突升温 某种程度的调整自己的中东政策 希望进一步的来落实既定的目标 但是美方尽管有很多的算计 但是显然现在美国力不从心 或者是说处于两难境地 一方面美国希望完成国内的政治进程 对以色列进行支持 拉偏价仍然在继续 而另外一方面 美国不希望中东局势失控 在失控的情况之下 即使美国此前推动以色列和沙特 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无功而返 那同样也会使美国被迫在中东地区 进行更大的投入 但是各方面的目标 很显然是南辕北辙的 是难以两全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 美国方面的动作 政策的推展本身就自相矛盾 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而同时我们也会看到 现在对于美国来说 包括美国的整体的中东战略布局 此前是造成这一次 巴以冲突升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而未来也会给中东地区 带来更多的风险和挑战 所以美方的这种战略布局 美方的美式霸权的这种真正的面目 是国际社会更多关注的 可能会给地区给世界 带来未来带来更多负面风险